Hello,大家好,我是渭海老马 一直有粉丝说你看你竟拍一些海景房啊 或者是稍微偏一点的地儿 或者是别墅什么的 拍的别墅比较多 能不能拍拍市区里边的配套好点的 景观小区圆区品质要好一些的 今天老马来到了荣城的樱花湖畔这边 你看我身后 这个楼间距 到达我身后这个楼间距达到了120米 一会儿我用无人机 我再给大家拍一拍它周边的一些配套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最后我在楼上去给大家拍一拍 它有一个110米的30的一个小固形 我给大家拍一拍 它是精装修的 这个小区现在全部是现房了 所以咱们不用拍样本间了今天 好,现在咱们实际进入到无人机的镜头 咱们镜头对着这个高层呢 就是今天老马给大家拍的这个自在香槟 转过来呢,这周边像这个有四个公园 远处这个就是滨海公园 像荣城最大的购物广场 就荣城购物中心 对面呢是樱花湖 现在咱们来到了樱花湖这边 正对着这个是体育馆 还有荣城的政务中心 远处高层那下边呢 就是咱们荣城的一个三甲鸡医院 像咱们这个今天老马给大家拍的一个楼盘呢 后边有夜市也有菜市场 周边生活很方便 对面呢大家能看见就是咱们现在无人机的下方 正下方就是咱们这个荣城最大的购物中心 包括樱花湖呢 这个体育公园 为什么叫体育公园 它是环湖有一个6.8公里的一个环湖跑道 春天呢就是整个沿着全是樱花 可以说这个楼盘在荣城来说就是非常生活非常便利 这么一个小区 而且周边的环境也很好 因为有四个公园 有医疗的配套 有购物的配套 还有咱们菜市场的 还有夜市 咱们晚上啊 没事了可以出门去撸撸串喝喝啤酒 前两天一个粉丝来呢 晚上非要跟我撸撸串 最后把老马喝多了 哈哈哈哈 总结起来呢 这个就是小区呢 就是一个成熟的社区 包括配套 包括周边的环境都是非常成熟的 现在咱们老马带到大家到小区去拍一拍 给大家拍一个30的110视频 为大家拍一拍 有喜欢老马视频的啊 多多关注老马 咱们去园区去给大家拍拍户型 现在来到楼上了 这是一个给大家拍的啊 110屏三居室 三室两厅一位 这么一个户型 一进来咱们在左手边 这边是厨房 这个是一个通透的一个户型 北向的一个次货 转过身呢 这边是客厅 大家是不是没看见咱们餐厅的位置 餐厅就是在这个位置 可以做一个餐厅 我先给大家介绍 介绍南向的一个卧室 看看南向的卧室吧 看看这个关键效果 前面是湖 湖海都能看见 换把这个通透的感觉啊 咱们应该给它换 换成一大块玻璃 北向的一个次货 这边是一个卧室间 客厅啊 前面带有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呢 看看这个观景效果就厉害了 湖海咱这边是全都能看见的 包括下面它这个楼间距啊 就是达到了120几米 120米 前后楼间距都是一二 这个也是在这个角区里边的一个楼王位置 这么多的地区里边的一个颜色 悠门 静住 那个 請 不